康瑞强烈台风清洗台东带来致灾性的风雨及严重的农余灾损 而民众若是因为风灾导致财产损失 可以先拍照或者是录影 方便灾后的合认各项税费减免 包括房屋税、地价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所得税及兰料费等 康瑞强烈台风清洗台东带来致灾性的风雨 已经严重的农余灾损 而民众若是因为风灾导致财产损失 可以先拍照或是录影 方便灾后合认各项税费减免 包括了房屋税、地价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所得税以及燃料费等 台东县税务局已经和台东县各项正式公所合作 将一个公所受理灾户清测 主动派原县刊 启动关怀税捐减免措施 并设专人服务、柜台服务 协助受灾户各项税捐减免申请 而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 盈利事业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方面 民众可以在灾害发生后30天内 向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申请灾害损失 至于汽车燃料费减免 可以向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区监理所台东监影站申请 向市汽车报废即征到灾害前一日 若是为汽车修复则按修车日数减免 台东县税务局也提醒民众因为不可抗力灾害造成财产损失 请记得将灾害情形拍照或是录影存证 并在受灾次日起30天内申请灾害减免 减负损失清单以及证明文件 向税务局、国税局或是监理站报备 就可以申请减免税捐 接盘在台东市报道